當時他在飯店公園打工 但葉文教權就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他一路做事 一路看著葉文教權 後來看時間一路過 梁襄和樂瑤說不如一起玩 他看了這麼久 他覺得自己有些興趣 終於決定拜入葉文門下跟他學權 葉文教權簡單得很重要 簡單到幾乎沒甚麼指示 因為他之前一路做事 一路看著葉文教權 師兄弟練拳 第一套權我都記得 小店頭 當時拜入門後 因為他說我記得那些小店頭的動作 葉文就說你打一次 他打完一次 葉文看完之後 他只不過說可以了 你繼續練 就是這麼多東西 葉文跟他說你打拳的時候要立念 他想來想他甚麼叫立念 他說他當時也不太明白 他唯有再問葉文立念是甚麼 但葉文回答他說立念就是立念 他總共問了三次後 他沒有再問 葉文回答了同一個答案 他有時不教的 可能不修人的原因是 他如果明知道 他是跟某個師父在學習的 他其實通常是不會修的 或者是叫他師父 得他師父批准就可以 另外就是說 如果他其實看得出他本身那個人是有些問題的話 他可能有時以他的人生經驗 他可能有人想跟他學 但他可能看得出他其實有些問題的話 他是隨便找個藉口就推了他 24號 王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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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